大家好,我是Smart支付月刊的记者林竹 我们发现很多粉丝对中生医疗险有很多的疑惑 而我们今年Smart支付保单评选呢 就针对中生医疗险选出了五张优质保单 那我们今天特别来到颁奖典礼的现场 涂及我们今年保单评选的长盛军 全球人寿 Let's go 副总好 那恭喜全球人寿获得今年Smart支付月刊的保单评选优选保单 那针对粉丝的疑惑就要请副总来替我们解答咯 好,没有问题 OK,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台湾的全民健保虽然好 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 健保基本上只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以台湾民众希望追求更高品质的医疗要求来说 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提升 像自肺的病房或者是更新式的这个医疗技术 基本上它就会需要医疗险的保障 OK,一般来讲 中生医疗险它包含了像住院或者是手术的定额给付 那我们的中生医疗险更进一步的关注到 国人对于高龄医疗的一个需求 那为了满足这些高龄医疗费用的增加 在我们的产品设计里面 特别针对高龄的住院医疗做了一个加倍给付的方式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高龄的十字十付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特色 更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保障 我想这是因为十字十付的商品 可以用来支付在住院期间的这些自费用药 或手术等杂费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一般十字十付的商品 它都会有一个续保年龄的上限 因此就如同我刚刚所提到 针对高龄医疗所设计的这个十字十付 就是要用来满足这部分的一个缺口 那群求人寿这一点真是设想周到 可是这是领清业界先驱呢 OK 一般而言我们会建议先规划十字十付 再来规划终身医疗 或者是以组约复约的形式 一次涵盖两个选种 十字险可以用来补贴健保不给付的部分 那住院日额则可以用来补贴非医疗的花费 例如说像看护或者是说请假 所造成的薪资损失 如果能够将住院日额 所述跟十字十付 三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保障会更加的全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